哈啰,我們在老早一早先決了,然後 點餐了,然後 現在這一鍋140,豬肉 老婆點的是麻辣鍋小辣 總計的是800塊,然後因為有幾點數 所以折了一鍋,比較貴了 然後這140,OK,豬肉 然後因為每次都吃麻辣鍋 然後,每次都吃麻辣鍋 今天比較沒有想要吃麻辣鍋 想要清淡一點,然後我跟我老婆 麻辣鍋互相補一下,OK 這邊換這個了 這邊有衛生紙了,有衛生紙 然後這個盒,現在火好像變不一樣了 現在這種 現在這個火好像變不一樣了,OK 食物是一樣的 其實吃久 就點來吃沙茶 等一下幫他煮一下 等一下 幫忙幫忙弄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煮,點豬肉 我跟,我老婆也是比較人肌備 我老婆點的是這個 老婆點了,剩這個 等一下 那看一下 我看一下麻辣的 OK OK 其實吃一吃 最近吃了這麼多鍋物 然後其實吃一吃還是覺得老兄覺得比較有水 其他都把它擺在那個咖啡 其他現在新開的店都把它擺在咖啡 放米花是一種這樣 那忽略火鍋的盆子就是要火鍋啦 等一下就繼續煮吧 OK 下一段見 好了差不多煮滾了吧 煮滾了 然後那火鍋料就是這樣 看你要怎麼吃啊 通常我都會 菜先吃吧 今天就不拍我吃的樣子 跟剛剛在昆布的 這個菜要先吃 不然它爛爛的也不好吃了 然後這個肉片等一下要滾一下 然後上面會泡泡的把它撈掉 大致上這樣子 然後我點的是 麻辣 麻辣看起來又非常棒 給人家偷吃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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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影片結束了 拜拜再見 好了 我們來到老軒爵 三位老軒爵 然後今天是 雙十節的十月十號 OK 然後 我點的是牛肉 195 然後 然後 炸的放在這邊 撞在這邊 因為那比較貴一些 都貴 那裡面貴十塊 然後 我老婆點的是這個 這個 法式 法式牛奶鍋 等一下你 你拍影片吧 然後 先拍一些影片 然後你等一下吃看看 那個感覺 OK 你介紹了 然後這個我這個我不用講 我吃恩赤啊 恩赤啊 恩赤啊 我喜歡這個 鍋就是因為 它有 牛的 然後有鴨血 鴨血 這個鍋 蠻有CP值的 因為牛五花 瘦肉好像比較多一點 OK 然後 那個料 來 放看看 那個料 這個好吃 然後 中辣的 那個料是這樣子 這個 牛肚啦 就是點牛肉才有 然後 這豆腐啊 然後 料 那料 這樣子 我很少這樣子啊 然後湯在這邊 等一下滾的話就會剛好滿 剛好滿 你看 這個量好像有比較少一點 這間 爆鍋啊 OK啦 其實也差不多這樣子啦 現在 想要吃麻辣鍋 比較好選擇的話 也沒有多大的選擇啦 就差不多就這樣子 等一下它煮不能樣子 我會再拍啦 OK OK 好 剛才已經煮了滿久的時間 因為這個 這種火 這種火這樣比之前的火 更小 而且這種鍋 要煮的時間更久 之前很快就滾 因為 要多花差不多五分鐘的時間 然後 煮好的鍋是這樣子 我通常我 我都會先吃這些啦 我不太喜歡 先把這肉下去 因為 會有 泡泡的 有問題 然後這個 今天是中辣嗎 中辣的辣度其實算很普通 那 它藥山味道比較好 對 藥山味道比較好 然後 湯不錯喝啦 不過 就是中辣 就是完全沒有中辣的感覺 今天比較沒有辣 有時候 很奇怪 有時候給中辣 它給我下的大辣 有時候 像這個中辣 今天完全就好像 小辣一樣 沒有什麼辣感 而且那個藥山湯都不錯 然後 這種鞋 可以先吃吧 這種鞋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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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都喜歡吃 他們這種 這種菜 然後 配合著 沙茶醬 還不錯 真的 等一下 再分享 好囉 這是 煮第二吃的 然後 我 分享一點 我把 剛才那個 那次在這邊 先吃得差不多了 然後 又加了一次湯 然後第二次的湯 它那個 辣油 就有上來了 因為可能第一次 那個辣油沒有上來 就是完全是小辣的感覺 第二次就是有中辣的感覺 然後 今天的肉是補片 比較 偏瘦肉 瘦肉 比較多一點 然後我等一下也是 用煮的 把這個 麻辣裡面有那個肉的感覺 小一點 小一點 這邊要改裝 這邊 這邊要到10月底才有放在開外面營業 今天是10月10號 OK 吃一下 肉 這個 瘦肉 瘦肉比較多 其實這種事實在是牛五花比較爽 瘦肉就 牽牽口感 不然這樣也不錯 這樣不太多 我吃一下湯頭 這個比較辣 這個比較辣 火太大了 要小一點 火太大要小一點 OK 吃一下 煮第二次才好吃 然後你看 今天肉比較瘦肉比較多 不過 還有他第二次那個 麻辣鍋那個 有辣油 不然這個是沒有 小料感覺都沒有不太有 通常都是吃過第一輪 然後再加加加糖 然後 其實沒有那麼多料 吃小朋友那些吃飾的料 就下去煮第二次 這樣就很入味了 等一下 這鍋就有牛肉的味道了 這鍋就有牛肉的味道了 別說 再見 不要用餐了 拜拜再見 請見 謝謝 再見 谢谢大家